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议员佟仲彦11日酒驾自撞,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,佟仲彦宣布退出年底议员选战,之前与他传绯闻的美魔女邱惠美,今年改名邱子玄投入里长选战,两人谈起对方,非常有默契地互赠十四字。 佟仲彦曾经口中看到邱主任不喜欢他,就不是男人的美魔女邱惠美,最近改名为邱子玄重新出发,甚至准备投入今年底的台北市大同区里长选战。 周刊王报道,邱子玄与佟仲彦分开后,除了经营咖啡店,还成为台北市大道成千岁工的管委会副主委。 今年二月,有一位姓名学专家看惠美会导致情路坎坷,因此邱惠美改名为邱子玄,对于邱子玄参选里长,佟仲彦表示,他很热心,很适合,祝福他顺利当选。 而对佟仲彦退出年底议员选战,邱子玄则说,和他很久没联络了,不知该说什么。